好 直到通識看天下的時間 今日都是由我鞭魚 香港人民主教會副會長和宗教部主任 繼續都是請林楚國小社 宗教學者 探討一下一些印度教的宗教文化 林小社 我今日要講的題目就是人生的四大目的和四大階段 這個是印度教 印度人的信仰 是傳統至今他們所認受的東西來的 其實我們外人稱為印度教 總之是印度人一個主流的信仰 其實是指導印度人一生整個生命的 自從廢陀時代 即印度最早的經典廢陀時代開始 就已經集合了很多聖者和精神修煉者的智慧 而得到的成果 這個人生的四大目的和四大階段 怎樣去指導人整個生命 這個是古代的聖人集合的智慧而得到的 自古以來印度的思想家去思考人生的目的 他發展了一套人生的計劃 而這些人生的目的 是配合不同的人生的階段去實現的 在印度教信仰裏面 人生在世是有四大目的的 第一就是財富 簡單稱為利 即利益 第二就是寬裕 梵文稱為 karma 即愛慾 第三就是正義 梵文稱為 dharma 即正確的行為 正確的法則 而第四就是解脫 梵文稱為 mokshak 即脫離生死輪迴 和最高的梵合一同在 這個是人生至上的精神境界 而印度的四大目的 人生的四大目的就是法 就是利 第一就是利 最低層次利 第二就是欲 愛欲 利和欲都是比較低層次的 接著就是法 法就是正確的行為 最高層次的人生目的就是解脫 印度教和佛教是不同的 印度教是不鼓勵 那些人一出世一生下來 最好就是出家做和尚或者做利孤的 而佛教呢 就否定世間一切的財富和歡慾 佛陀的親生仔羅侯羅 七歲就跟佛陀出家做小沙利 羅侯羅七歲做小沙利 從來沒有上過世間的財富和歡慾 而當時在佛陀時代 好像羅侯羅這樣的小沙利 是有很多的 佛教是一個重視修行的宗教 是一個集合千百年修行成果的宗教 可以說佛教是專為修行者而設的宗教 但是印度教呢 雖然他本身都有很多關於修行的信仰和知識 但是他不是一個專為修行者而設的宗教 而是一個指導人生的宗教 印度教呢 他印度人自己認為他不是一個強烈厭世的宗教 儘管你外人看他 學者看他覺得印度教是很厭世 印度人自己說自己講自己的宗教 是一點都不厭世的 印度教信仰呢 他承認人生是可以有財富和有歡慾這些重要性的 但是他們認為呢 利和欲呢 都要在正當的法則底下 要用正當的行為法則去達到 所以呢 第三個目的就是那個Dharma 就是那個法 正確的行為 就是說你的歡慾 你的利益 是要在正確的行為裏面去達到的 但是呢 歡慾和利益呢 是比不上法的 正法是高過歡慾和利益的 但是就算是正法呢 也都不是人生 做一個大好人呢 在印度人來說 也都不是你最終的目的 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解脫 而不是做一個大好人 那呢 為何去實現解脫呢 那個大前提 就是你要看破 看破一切的財富利益 和慾望 和享受 就是一個人 如果他洞識到世間所有的東西 都是虛幻的 他不為所動的話呢 那他就可以過受行的生活 因為他不是壓抑自己 他不是說很想要 很想得到 但是又叫自己不好這樣做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這個人是不適合過受行的生活的 他是要對世間一切的物質的 物質的利益 和情感呢 是沒有了任何的訴求呢 那他就可以過受行的生活呢 而去達到他人生解脫的目的的 所以呢 在 印度教的信仰裏面呢 其實是不會存在 佛教那些和尚泛式界 或者天主教的神父 他們心理病變呢 去侵犯那些信徒的 因為他們是不需要這樣做的 他們的慾望呢 可以用正確的行為去進行的 因為印度教的婆羅門僧侶呢 是可以選擇結婚生育 一個在家生活 亦都可以選擇禁育 獨身的生活 無論他是在家 生兒育女 或者他是獨身 他都可以履行他做婆羅門 事奉神明的職責 是不會有影響的 所以他不需要犯色界 他亦都不需要去壓抑自己這些什麼 靈活一點 是的 靈活 日本的和尚都可以結婚生育 這個和印度的婆羅門是有很相似的地方 那道家都可以 因為我聽到那些道士都不一定要出家 分兩道家 道教分兩種 正一的道士是在家 在家修行的 因為正一 天師是世襲的 所以他必須有後代才可以傳的 另外北方那些全真道那些 那些都是出家道士的 分為在家 全真和正一 在家和出家 就是兩種道士 是的 所以我聽到那些道家的學者 都是這樣 他們要傳宗接代 他們要將自己的道統傳出來 所以他們不可能 這件事和印度的思想都很接近 因為道法自然 你需要結婚就結婚 你不需要結婚 你自己去獨身 去清修、修行 是最好的 印度的婆羅門是沒有一種禁制 一定要獨身 或者一定要結婚生育 這是自己的自由選擇 而印度古代的思想家 他們一早已經發現到 你追求財富和感官的慾望 是不能夠令你真正得到快樂的 相反你會更加悲苦 你的心靈是不可能得到平衡的 所以人生最低的兩個目標 就是財富和寬喻 其實他只是幫你提升你個人的美德 即是讓你嘗盡這些慾望 然後你就知道這些慾望 其實不能夠真正滿足自己 你就很輕易地將它放棄 如果你未嘗過 你就以為那些東西可以令你得到滿足 但你嘗過之後 你發覺到不能夠 你便可以很放棄 所以它是幫助你提升你的美德 而不是 如果這個東西你將它拿到很緊 其實這個就會成為了你的束縛 如果人對這些人世的利和欲 永遠都不肯去放下的話 其實它就會永無憂止地 去墮入輪迴的網絡 而且它不會得到永恆的快樂 它的快樂一定是短暫 而且伴隨是悲苦的 這是印度古代的聖人思想家 他們得出來的結論 而印度所有經典都勸誡世人 要遠離邪惡 趨向善良 它認為善是人生獲得解脫的方法 所以道德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是通往宗教的道路 一個人的正當的慾望 得到滿足了之後 他發覺到世間的慾望 不能夠持久令他快樂 亦都沒有辦法令到他心靈得到平靜 於是他就希望追求一些更加高的精神境界 這就是走向宗教之道 獲得心靈的真正解脫的境界 印度教是一個具有智慧的宗教 他不是認為所有人一生出來 就最好立刻出家做和尚 立刻修行 所以印度教修行傳統 其實比佛教還要歷史還要悠久 而印度的古代聖人集合了他們的智慧 他將印度人的人生分為四個階段 而這四個階段 就是實現人生四大目的的做法 的人生計劃 這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繁衡期 繁衡期就是我們所知的學生期 在古代主要是講男生八歲到二十歲 那個階段是學習廢陀的知識和世俗的知識 就是一個學習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家庭期 就是學習期滿之後 他們要結婚生兒育女組織家庭 履行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第三個階段就是森林期 森林期就是當子女長大了 子女都可以獨立生活 父母就應該隱居森林 專心去精神生活的修煉 在摩奴法典裡面摩奴說 當家長身上皮膚已生皺紋 頭髮熱灰白 其子已有後製 者是他隱居於森林之時 即是當一個人 連身體開始衰老 子女都大了 可以獨立生活 就是那些退休 即今日所知的退休的人 其實他們在印度古代 聖者建議他們 應該在森林裡隱居 專心精神的修煉 但這種森林期 未去到修煉的最高階段 第四個階段 就是游方期 就是人生最後一個氣勢階段 繁文叫做新一沙 新一沙即是氣勢者的意思 即是寫起世俗 專心至上的精神境界 即是專心於人生解決第四個目的 他們唯一要做的 就是冥想生命的傲備 實現與至上的主宰 合一同在 而第四個階段 這個游方期 他們是要四處遠游 即是連一個固定的居所都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了財物 沒有了任何物質的衣服 他們要周圍去游方 就沒有所謂名譽 地位 或者是被人去侮辱也好 讚譽也好 對他們說應該是不為所動的 他們要慈愛一切 心中無怨恨 沒有任何欲求 那這個是人生第四個階段 而印度的信仰 認為人生於世 其實是要償還債務的 這個債務 包括了對祖宗的債務 父母的債務 別人的債務 對社會的債務 對國家的債務 所以 印度的信仰認為 學生期是一個準備 學習如何去處世 如何去謀生的技能 到在家期 家庭期就是一個償還債務的時期 他們要結婚 生兒育女 全宗接代 這個是對於自族繁衍的責任 他要培養良好的子女 撫養父母 對社會有貢獻 這個是對於他的父母 他的家庭 他的社會 他的國家 是償還債務 所有的責任 其實就是一種債務的償還 第三個階段 就是森林期 他們其實就是 專心於精神的修煉 古代的人 會住在森林 所以 印度教信仰 又稱為森林文化 因為在奧越斯時代的思想家 其實他全部都是 隱居森林修行的聖者 他就在隱居森林當中 誤出了很多真理 隱居的生活 令到他們不再評論 別人的是非長短 專心自己內在心靈的 田徑和安長 而今日印度教信仰認為 即使一個人去年老退休 他不一定要去森林隱居 他可以和子女一起住 但他的內在精神 他都要是 一個隱居於世的狀態 他不應該熱衷於物質的享樂 他不應該經常看電視 談論別人的是非曲直 他應該看多些宗教的經典 冥想獨一的主宰 追求精神的修煉 這是印度有學識的人 去建議一些年老退休的人 他應該過的生活 但是這個森林期 第三個階段 不是人生最後階段 最後階段 是捨棄一切 連自己一個細細的安樂窩 都要捨棄成為一個氣勢者 一個遊方期階段 去尋訪聖地 去獨一的主宰 去不同的聖地 朝拜 去不同的聖地 朝拜 即獨一的主宰 直到生命結束為止 但是這四個階段 其實只是個理想的模型 自古以來 其實印度人 真的經歷這四個階段 是非常非常之少的 絕大部分的印度人 都只是經歷第一和第二階段 即學生期和家庭期 第三個階段 森林期 經歷的人是非常之少 而第四個階段 這個氣勢期 就是更加少之又少的 但是這四個階段 其實都是一個選擇性的做法 即是說 你不是一定要順序地過這四個階段 你可以選擇 即是第一、第二階段 或者是有任何的選擇都可以 而在印度歷史裏面 一些很受人尊重的聖人 他們都是拒絕接受第二階段 家庭期的 是印度的宗教改革家 雙揭羅 這個雙揭羅 即是公元7880到820年 改革 將今天的印度教 從以往的婆羅門教改革 成為今天的印度教的偉大的聖者 這個雙揭羅 他經歷了學生期之後 他立即跳到第四階段 遊方期 即是說他沒有在家期 也沒有森林期 在他生平裏面 他還是一個小孩的時候 少年的時候 他媽媽就要他結婚生兒獄女 然後才出家 但雙揭羅是不願意的 他多次請求他的母親 讓他出家 他不想結婚 不想生兒獄女 他要遊方修行 他要到處遊歷 但他媽媽不肯答應他 最後他跟他媽媽說 我現在跳到鱷魚潭 如果我跳到鱷魚潭 都沒有事 不受絲毫無傷 你就讓我出家 當時他媽媽叫他 不要 千萬不要跳下去 因為河水裡 很多條鱷魚 游來游去 雙揭羅馬上跳下去 很奇怪 那些鱷魚 沒有咬雙揭羅 只是在雙揭羅身邊游過 因為這件事之後 他媽媽就沒有再拒絲雙揭羅 就讓他出家了 那雙揭羅 是一個很偉大的聖人 也都是學術界 供應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 因為他是 廢譚多 這個印度的哲學思想 其實雙揭羅是一個 奠基者來的 那他其實只得32歲的生命 在那麽短暫的生命裏 他忙於去改革印度的信仰 去猶方各地 跟聖者去辯論 去建立印度的寺院 他根本是沒有時間去結婚生仔 去做這個在家旗的生活 那除了雙揭羅之外 其實印度那些很出名的家傳匯曉 很多聖人 他們都是選擇不結婚生育 即在家旗是將他跳過的 那另一個聖人 就是印度教的聖人 Ram Das Ram Das 就是1608年到1681年的聖人 即是17世紀的聖人 他亦都是 復興印度教的聖人 他去天資很聰明 十二歲已經 所有老師教的東西 已經沒有一個老師可以再教他任何東西 所有東西都都認識了 當時他請求他哥哥收他做徒弟 因為他哥哥已經有好幾名弟子 但是他哥哥就說 你應該找一個更好的師傅 我沒有資格做你的師傅 其實印度人的所謂師傅 其實有兩類 第一類就是普通的師傅 其實他只是在靈性上幫幫忙 可能在經典上協助一下你 只是一些很普通的師傅 另一類師傅就是真正的導師 這些師傅就是一些大聖人 譬如雙揭羅 或者Ram Das 他本人這些是大師傅 或者佛陀 老子 這些大師傅 他真的可以透過他的學術教導 將你提升到一個解決境界 生命導師 是的 就是這兩類 一般 世俗一般都是屬於第二類 就是一個輔助性質 你就不要指望他幫助你 得到解決 或者你得到至上的境界 只是那些最偉大的聖人才可以做到 他哥哥都是一個普通的師傅 所以他哥哥就不收Ram Das做徒弟 叫他再領命一個真正的師傅 他十二歲那一年 他媽媽就要逼他結婚 安排婚禮 但這個Ram Das 他是拒絕 他媽媽都不聽 他哥哥說 你跟他媽媽說 如果你繼續堅持的話 你必然鑄成大錯 結果是真的 就在婚禮那一晚 Ram Das是離家出走的 他十二歲就離家出走 去到一個僻靜的村落 修行了十二年 所以呢 他其實 他由學生期 跟著就跳了做森林期 他就沒有經歷在家期 他修行了十二年之後 去到他二十四歲 他才出來 因為人家開始 去到他二十歲的時候 人家開始 認識到這個聖人 在精神上 或者各方面 都是被人優勝 開始受人注目 他就開始到處去遠行 拜訪聖地 港修弟子 以及建立印度教寺院 以及幫助當時印度的皇室 對抗伊斯蘭教莫 俄裔王朝的控制 其實Ram Das 他一生不短暫 他有七十三歲的命 但是他只是經歷了 第一階段 學生期 第三階段 森林期 以及第四階段 游方期 他是沒有經歷過第二階段 但是一般的印度人 他們其實絕大部分 九成以上 只是經歷第一 和第二階段 至於第三 和第四階段 是極少數超凡的聖人 或者有強烈追求的人 才會選擇 九成九的印度人 其實他們和我們 都是一樣的 即是不會選擇第三 或者第四階段 古今中外的聖人 差不多 你剛才介紹了 雙揭河 Gram Das 譬如中國 王陽明 也是瑜伽的 他都是瑜伽的聲音 因為他很受 道法的文化影響 瑜伽到這段時間 父母安排結婚 結婚那晚 是不同的老婆圓房 他走去 那些道觀 和那些道士聊天 王陽明 宋明里學 就是明代一個很出名的 李學家王陽明 王守仁 日本很出名 他是道師 不是 他是宋代瑜伽的那些聖人 仇人姓的姓仁 什麼大師 叫她結婚 她入園房 就好像道觀 和道士聊天 但她結果又沒有結婚了 名義上是有結婚 但她沒有子女出的 婚姻生活等於沒有 古今宗娃娃 姓仁都差不多 有一個21歲就原籍 她也是一個印度很偉大的聖人 所以印度教的人生四大目的 利 欲 法 解脫這四個目的 是配合不同的人生階段去實現 而這種利 欲 法 和解脫 亦都配合了業部和輪迴的思想 如果一個人一生只是求利和欲 而沒有第三個目的 無法的話 她一定輪迴轉世 受到惡部影響 只有償還一切果報才可以展開更加美好的生命 而一個人在一生當中在守法的原則下 追求利和欲 守法在印度人的意思就是尊敬神和行善 但她最大的成就 她只可以得到世間的快樂 更加高的 她只可以得到天界和眾神明一樣的快樂 即是天覺的快樂 但其實印度那個輪迴思想和佛教一樣 天界其實都是輪迴的裏面輪轉不息 即使一個人在守法達到很好 第三個目的做得很好 她最多是好像天神一樣在天界享樂 但天神都可以替冬孤 天神做得不好都可以落繁奸 或者有時天神落到繁奸 她做得不好也會繼續這樣跌下去 而做得好的也會繼續這樣上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輪迴 輪轉不息的生死之列 所以頭三個目的利辱和法 都不能夠令人超脫輪迴生死 所以第四個目的就是要解脫 才可以幫助一個人超脫輪迴 即是不需要再有種生而有死 死而有生的永遠無無停止的受業報影響 而這個解脫呢 就是跟我之前所講的 是與至上獨一主宰合一同在的境界 其實這個人生的四大目的和四大階段 是指導印度人的信仰 因為當一個人年紀老的時候 他不應該好像年輕人那麽重視利和肉 即使給他有 他這個身體都已經衰老 其實已經不是那麽重要 即是他有亦都無福消瘦 所以一個人年紀大 自然是應該追求精神的解脫 以及追求靈性的境界 這個是人生 其實我覺得 中國人應該是參考一下 自然發展 應該參考印度人這種思想觀念 反而香港見到 有時看到一些報道 或者一些特冊的講年老的人 怎樣去盡量令自己很年輕 心境要保持年輕 又將自己打扮到很年輕 其實在印度那個古代修行聖者的智慧裏面 其實這個做法其實是可悲的 因為你不應該去將自己扮入年輕 因為你是不可能逆轉你身體那個衰老的狀況 所以我呢 剛才講到的Ram Daz 其實他的書裡面講過 他一個人 當他小孩子的時候 他是很可愛很活潰 但是他的無知能力又低 即是沒有什麼能力的 到了年輕時期 他又受到很多慾望 享樂的影響 接著到老了 如果他是 之前的階段做得不好 他的果報都來了 他開始有身體敗壞 有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 接著他就面臨死亡 一個人 通常一般人都是這樣浪費他的生命 即是從小到年輕到年老 而人是沒有辦法逆轉你的身體的衰壞 即是有時候我見到自己都越來越老 人家也是 所以 為何自己會對印度的宗教 信仰這麼感興趣 我覺得 其實是一些很實在的事情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面對他的衰老和死亡 你是不可以 就算科技多發達 你怎樣進步 你怎樣去很努力的令到自己年輕 其實是 如果是停留在這個階段的話 你不修煉你的精神 其實是 你不能夠逆轉這個衰敗 人是要步向死亡 那個 那個 是不可以避免 所以如果人是了解這個死亡 和了解人是短暫的生命 而他重視那個靈性修行 那是 即是對人是好的 所以 我 為何會講這個題目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每一個人都應該去思想和面對 就是你的人生目的 是什麼 是的 那 林小姐 跟我們講了 啟發性 一些印度的宗教文化 好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各位觀眾 拜拜